11月13号星期三 31岁的被告上庭时全程低头 不敢直视媒体镜头 他向法庭承认 在2017年1月23号至2018年12月22号之间 身为马六甲教育信托基金的行政助理 滥用职权 将原本准备发放给学校 总数240万4千令吉的奖励金 占为己有 他的每项控状被被判坐牢4年级编持以下 146项控状相等于监禁584年及146编 但由于刑期同时执行 被告只坐牢4年 却还是需要挨边146下 主控此案的反贪汇复检察司认为 被告所挪用的奖励金原本是发放给贫困学生的 而且所有240万令吉 被告全部都花光 因此希望法庭严惩被告 原意是取缔非法外劳 但意外撞破同性恋卖淫活动 滨州移民局昨晚到室内某家酒店 取缔非法外劳时 在破门而入一间客房时 经见两名全裸的越南男子 和华裔顾客进行三批性交 移民局执法员是在突击检查该酒店 其中一间客房时 经见三名男子全裸 已正在进行性行为 结果三人当场被扣查 其中两名男子是越南人 执法员也在客房内 起货一些安全套、润滑剂 及1200令吉的现款 移民局调查后发现 两名涉嫌卖淫的越南男子 分别29岁及31岁 每小时按摩及性交的 收费是150令吉 双飞价格则是每小时300令吉 调查也发现两人是持旅游证 进入大马 通过社交媒体或同性恋 APP寻找顾客 涉嫌在槟城进行卖淫工作 为同性恋者提供性服务 当局将援引1963年移民局法令 和滥用旅游签证相关条文来调查此案 马路如虎口 昨晚深夜和今天中午 吉隆坡和霹雳仪宝都发生涉及 托格罗里的重大车祸 其中发生在吉隆坡路右路的恐怖车祸 车祸现场宛如人间炼狱 一名德士女乘客命丧当场 另外四人受伤 而发生在南北大道往南方向 第317公里左右的八车连环车祸 死伤更为惨重 两人当场惨死 14人受伤 今天中午1点30分左右 龙市靠近Viva Home购物商场路段 一辆托格罗里突然失控 飞跃至对面车道 撞毁两辆行驶中的轿车和一辆摩托 酿成一死四伤的悲剧 当场毕命的德士女乘客 遗体还悬挂在德士车门 情况害人 而被托格罗里撞伤的两辆轿车 车头都几乎被撞扁 另一辆摩托则被撞至翻覆倒地 车祸也导致现场出现严重车龙 昨晚11点多在南北大道往南方向的第317公里左右 一辆托格罗里失控 引发八车连环状 包括四辆托格罗里及四辆轿车 两人当场枉死 14人受伤 警方相信 命送纸张的托格罗里在往吉隆坡方向行驶中时 突然失控 才酿起这次的意外 两名死者都是遭殃及的轿车乘客 分别为麦威里28岁的女乘客 及Bajero四轿车里的5岁华裔小童白秀忠 来看看发生在马六甲市区的一宗趣闻 一头重达六七百公斤的大水牛 今天凌晨误闯入马六甲荷兰村某展览厅 还赖死不走 当局耗用三个小时都无法将牛大哥请出大门 结果唯有出动甲州受医局为水牛注射麻醉剂后 在现场宰杀以结束这宗闹剧 这起罕见的水牛误闯私人单位事件是在清晨6点多发生 从马六甲河畔之家酒店闭路电视画面清晰可见 怀疑是迷失方向的水牛 先到访马六甲河畔之家酒店 在直闯该酒店隔壁的展览厅后 就停下来休息不走 而接获投报的警方和水牛僵持数小时 都无法请走牛大哥 唯有由甲州受医局为牛脂注射麻醉剂 并现场宰杀 有关重域半公吨的水牛 劳动10人左右的力量 才成功将它拖出展览厅外 留下血迹斑斑的现场 继续来关注香港消息 今天是香港三霸行动第三天 示威者持续四处破坏 导致香港多个地方的交通 早上陷入严重瘫痪 部分地铁全线停顿 由于情势严峻 教育局紧急传召18区中学校长会主席会面商讨后 宣布明天全面停课 当局也呼吁学童留在家中 不要在街上流连 更不要参加违法活动 香港反送中抗争冲突越来越激烈 示威者今天再次发起沉袭行动 从清晨开始 全港交通就陷入几近瘫痪的状态 由于示威者昨晚持续破坏东铁线多个车站 铁路公司今早宣布全线停顿 全港巴士也大部分停驶 只有约60条线维持有限度的服务 这导致许多市民无法正常上班上课 鉴于情况危急及交通停摆 香港教育局原本早上公布 家长可视情况决定子女是否上学 劳工处也呼吁雇主弹性处理员工的上班时间 但之后教育局再发布 明天停课 教育局也强烈谴责故意危害学童安全 剥夺学生学习基本权力的行为 强烈呼吁示威者立即停止所有暴力行动 尽快令社会回复秩序 让学童安全上学 而在昨晚香港中文大学更成了示威者和警方的战场 示威者在大学二号桥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警方出动水炮车 向天桥上聚集的示威者喷蓝色水迹 示威者开雨伞阻挡 并不断投掷汽油弹 中大一个保安亭被投掷燃烧物起火 天桥上的示威者又向土路港公路投掷杂物 警方之后在社交网站发布 今早一批中大的内地学生 基于安全理由打算搬离校园 但因为附近道路被暴徒放置杂物而严重阻塞 导致他们无法离开 于是联络警方寻求协助 由水警轮载到安全地点 为了庆祝德国柏林围墙倒下30周年 法国巧克力雕塑家罗歇 上星期六特地以巧克力 铸成柏林围墙的复制版 再用铁锤将它敲碎 把大块甜美的巧克力分给群众分享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独特分享美好自由的方式 我是卉宾 祝你有个愉快的晚上 祝你有个愉快的晚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